OK 我先來講Panorama 就是剛才的CubeMap 就是它可能有六張圖貼到六個面 然後就可以達到36點的效果 不過這六個面它其實是不連貫的 就是它沒辦法變成一個全景的照片 它們是各自為證 它是分割的 那如果你想要這六個面它能夠相連在一起 那你就需要使用第二個方法就是Panorama這個功能 那這就是一個Panorama的範例 就是它是相連的 相連的 當然這個是有縫這樣 基本上它可以做到完全相連的 它不會有上下左右有六張圖是分割獨立的這樣 那這個Panorama它有一個 它就會比剛才那個CubeMap的稍微難一點 就是因為 CubeMap的六張圖你可以自己生成 自己拍照或者用Word打字 解圖 反正只要六張正方形的圖就可以 它也可以是動畫 它也可以是動態的影片這樣 然後 但是這個完整的圖呢 就是這個Panorama是完整的圖 要怎麼去三層呢 就會比較困難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Panorama的圖 它長什麼樣子 就是 比如說看那個SpaceState 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老師的話 就是用AI去生成的 所以 所以我前度知道 如果你獲得這張圖 你可以自己畫 用手繪圖 徒手去畫出來這樣 那 你也可以 用AI去生成 那你也可以用360的相機 我不曉得 GoPro是不是可以 或者是360的相機 去拍成360的照片 然後 它有一個固定的格式 就是Panorama它泛一般的全景的照片 但是它其實有一種固定的格式 我們把它稱為ACUBREAK Tangular的一個格式這樣 就是 就是 全景的投影有 有不同的格式 那麼我們把它主流化就是這個 這種方式 就是把它稱為 這個ACUBREAKTANGULAR的一種投影的方式 它是 這也是大部分的用力 或者是Unreal 當它們 要做這個 Panorama的 全景的Skybar的時候 它們都用的是ACUBREAKTANGULAR這個 要怎麼講 算是數學模型 或者是投影的模式 投影的模式這樣 所以其實只要有這張圖 你也可以把它 可以墊在Photoshop底下 然後你可以自己去 去畫出你想要的一個樣子 不過它非常違反直覺 就是因為它是彎曲扭曲的 但我相信如果你畫久了 畫熟悉了 其實你可以自己感覺到出來說 哪些地方是要怎麼去畫的 因為既然有這個參考 我相信應該是畫得出來 只要你有經驗 畫久了 你自然可以按照這個圖 去畫出你想要的360的 手繪的場景 但一般人出學者 他可能就會比較難 所以 像如果你沒有美術底子的話 你就是可以用拍照的方式 或者用AI生成的方式 那這個就是用AI生成的範例 我就是 我想要就是跟AI講說 我想要建立一個Panorama的Picture 然後它是用 A rectangular rectangular projection的一種方式 或者是你可以用不同文字描述去嘗試它 有時候也許它沒有辦法第一次生成 因為它就是隨機的 你可以多開幾個New 然後用不同的方式 比如說我想要360 Panorama image 或者是你可以更明確講說 我想要用的是360 Panorama image With a rectangular projection之類的 你可以更精確地去描述 直到你生成看起來像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就給它一個主題 就是侏羅紀公園的一個主題這樣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得到一個 比如說我就把它給下載下來這樣 那麼一般來講的話 Paramar A rectangular projection 它的Map通常是1比2 1比2的一個大小這樣 你就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 一張圖的效果 我現在以這張圖為例好 我把它給 我把它給拷貝起來 或者是這張圖也是 它也是就是 很標準的就是A rectangular 就是它放出四海接準 今天只要你談到A rectangular projection 它一定是這樣的一個格式 它一定是這樣的格式 不過它不會再有第二個格式 它一定是這樣的格式 所以我把這兩張圖 我把這兩張圖 丟到 丟到今天的資料夾 就是Skybox 然後今天第二個主題 就是Panorama Pano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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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方式就是 A rectangular 這個 Toring方式這樣 所以我就把這兩張圖給丟進來 Panorama 0915 Skybox Panorama Panorama 我把它丟進來 我現在已經丟進來 就是這兩張圖 它就是 它就是 它就是一張2D的圖檔 2D的一般的照片 然後 也是一樣就是 我需要一個 我需要一個 我需要一個材質球 Just create a material 然後 我把它 就是今天的就是Panorama Pano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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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9 就是今天的日期 我就跟電腦講說 我要Skybox 然後Skybox 我想要用Panorama 的方式這樣 然後這邊就有個Texture 你就可以把 比如這支 ChairGP生成的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現在給我再錄影吧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然後 然後也像回到Lightning 這個地方 Environment 我就把這個Panorama 這個把它給丟進去這個 這個Skybox 這樣 我把它丟進去 這樣就完成了一個 3600的 圖檔 現在就完成一個360的圖檔 所以 你 比如說你有下載AR的外掛 package 或者是 VR頭銜 比如Quest的 外掛 你就可以立刻得到VR的 連上你的Quest頭銜 你就可以立刻 看得到360VR的效果 或者是 如果有下載一些AR的 一些外掛 你可以立刻 publish成一個 一個 那個 AR的執行檔 然後把這AR的執行檔 上傳到那個AR的 網路平台 他通常會有 會有QR Code 你只要撒滿那QR Code 你就可以透過你的手機 可以看得到 360的效果 這是最 快速直接 產生XR360 的一個方式 他就是一張靜態的一個 一個圖檔 所以 就是給你們介紹這裡 就是如果能夠快速的 生成360的內容 最簡單的方式 就透過Skybox 那Skybox 最主的方式有兩種 一種是Cube Map 那另外一種就是 Panoramic 的方式 這樣 那麼 方法 然後 都介紹給各位 一群你們 可以練習一下 看看 或者是 思考一下 其中作業 我如果不會畫的話 我不會3D 那一群你可以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 最簡單 最直接的方式 這樣 就是 用Skybox的方式去說一個故事 這樣 Stop